正方,物化的社會是可悲的。反方,物化的社會不是可悲的。 比賽正式開始,首先,有請正方議員一步到中央講台,您的深入時間為10分鐘。有請。 謝謝主席。對方朋友,在座各位,大家好。根據美國哲學家奴斯保姆,物化指的是把人當作物來看待。此外,他也指出物化有包括幾項主要特徵。 第一,工具化。第二,否定自主。第三,否定主體性。中國思想家陳達夫告訴我們,物化的社會是私有制社會的最高體現。 而私有制社會就是把個人或集體的資產進行排查式占有。 國方認為,社會可悲以否的標準,就要看社會的精神能力及物質能力是否達到相對平衡發展。 我們說,物化社會是可悲的原因有三。 第一,就人與社會關係而言,物化導致人失去自主性,為了生存,忘了生活,因此可悲。 物化社會,物化社會,人們必無可避成為他人的工具或棋子。 他們可能是金錢的奴隶,欲望的工具。 新闻從業,物化成為政治人物的櫃子手。 孩子,物化成為民族父母居用心的工具。 女性,物化成為男人羡慮的玩具。 工人,物化成為資本家,掌控經濟的機器。 人的意識,成福於世俗的工程营救。 人的意識,醉落於貪念的無敵人。 人的意識,就像商品化及機械化。 當人心變成市場,市場變成戰場。 戰場埋藏多少理想。 物化社會,人們的生命只有生存的軀體。 沒有生活價值,就是最大的可悲。 第二,就人與人的關係而言,物化導致珍貴的互信互愛消失。 自私的利益交往取而代之。 因此可悲。 物化社會,物化者以被物化者的角度, 這關係是純粹上利益的從屬與富庸。 在我和人的角度,黑奴不是人。 他們是任由使喚不能一倍的機器。 這發生在美國的四百年前。 在我和人的角度,童子軍不是人。 他們是要上戰場殺敵的工具。 這發生在塔利班時期的阿富汗。 在我和人的角度,人民也不是人。 他們是要謀取政治利益的棋子。 而這又發生在哪呢? 當然是世界各地。 物化社會,人們為了利益則是絞盡了之。 忙著如何去佔有別人。 人們看對方的角度, 完完全全用自己立即的角度出發。 看對方,不再是個人。 而是一個可用金錢或利益去購買的工具。 這樣的社會,人的感情變得稀薄。 不要說互信互愛, 就連最基本的彼此尊重都荡然無存。 這還不是人類精神能明的悲哀嗎? 三,就人與自己的關係而言。 物化導致內心空虛,自我迷失。 因此可悲。 哲學家盧卡奇曾說, 物化經驗者, 人們在這創造摔波面前鼎禮摩拜。 因此,奴役物質的社會, 讓人們在瘋狂的追求及摩拜過程中, 感到窒息及迷失。 竟然看不清自己, 更遭論最重要、最珍貴的做自己。 因為失去自我, 不懂得如何感受壞了。 最終, 人們成為電視螢幕前不断按遙控器的軀體。 因為失去自我主體性, 不知道行空是該做些什麽。 最終, 人們成為手機遊戲的神秘奉獻者。 物化社會, 人們成為他人物, 不知道自己要什麽, 也不知道如何做自己。 因此, 真面, 空虛, 打撞, 最可悲是導致精神價值匯乏, 導致精神文明無法相應達到進步。 宗上所述, 我方提倡大家, 做的有想法, 有感情, 以及有理想的人, 而不是一個只看有沒有利用價值的工具或物。 只要種種的無法現象, 反應這個精神文明無法達到相應的進步。 這樣物化社會, 就是可悲的。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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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您一步, 請反方二面上台諮詢。 時間為兩分鐘, 有請。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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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而。 請問你, 非 incidentік有這個燃的颱風, 是不是最近發生的事? 是。 像最近有沒有人捐錢給這個天哉的事故? 有,但是如果我所說的事故, 鎮錢是披慨還是支持的行為? 披慨還是支持行為? 要看個人——一只人 有些人是披慨有些人是這個支持行為。 就是說大部分都是披慨,對不對。 而不是道化,我是道化,我是道化是客观 这样请问你,我现代社会是不是物化的社会? 现代社会是不是物化的社会,只要物化的现象在,就是物化社会 所以现代社会有没有物化的现象? 物化的现象就要看有什么物化现象 那你在逃避问题? 我没有,我没有逃避问题 各位,今天我们看物化社会的社会 请订阅一下这个资料,我们看看你看什么,请订阅一下这个资料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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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谢谢反方议面 下来,有请反方议面生论,时间为14分钟 有请 谢谢主席,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看下第一个错,是定理错误 他告诉我们说,有很多人成为金钱的努力 很多商品大陆教,很多人被这些物化的社会控制了 可是他犯下的错是概念错误,因为这是异化的概念 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全书告诉我们 异化的概念是,人生产出来的产品 反过来成为一种异己力量,控制着我们自己 也就是对方提的所有因子,这是异化的概念 所以对方发现第一错是概念错误 各位,可悲指的是,令人伤心或痛心的情感 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全书 1857年1858年年经济学首稿 资本主义和科学主义,是社会物化的社会成立的基础 物化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社会关系的物化 指的是,人与人之间通过商品货币产生社会关系 第二,科技和劳动的物化,指的是,人的知识和思想观念 通过实践劳动的手法,成为现实存在的物质形态 第三种,科学对象的物化,指的是,把生物当成科学研究的对象来进行研究 据了解,物化认证今天物化的社会不是可悲的 只需要认证它有不可悲之处,而不是有可喜之处 要衡量物化的社会是否可悲 就要看物化对我们的社会带来的进步与文明还是倒退更大 物化认为不是可悲的,原因有三 第一,物化让世界经济体系走向更健调的产品市场不可悲 原始时代,自给自己的自然经济是社会的核心 自己种田自己吃,你只种瓜就只有瓜可以吃 但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人们开始进行了物货交换 你给我吃,我就给你啊 这种以一般等价物最远接的交换关系 只是局限在于熟人和亲人的圈子 后来,货币就取代了这种物货交换的社会关系 贸易方和买方之间是由货币作为中介体 恰恰好这个社会生产关系的物化的体现 公平的自然流动性,让人与人之间的贸易买卖关系 不需要在局限在于狭隘的范围之内 突破了血缘和人情的关系 建立起普遍化的社会联系,带来远程的国际贸易发展 物化的社会形式是把各族各区的人联系起来的社会大动脉 此外,原材料的稀缺促使了生产者 从世界各地获取了物质的资源 为了提高生产力,我们需要其他国家的年价劳动力 还有高科技的人才 这种普遍的交换意识也是社会物化的概念 试问,跨过了时空的局限 商品的流动量更高 自由贸易量的活动量也增加的时候 带动整体国际经济市场 为什么又是可悲的 第二,物化带来科技的发展 提高人类的生活素质不是可悲的 从前的经济社会是以人力作为劳动力的主要来源 所以生产力会因为人的极限而不能提高 障碍了经济的发展 物化的社会出现之后 主要靠人类的劳动形式 被兵器转向以机械作为劳动的媒介 物化的劳动力 加大提高了生产力 满足了人们的需求 触及了物质上更完整的基础建设 为什么是可悲的呢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表示 物化让科技融入百姓的生活 进入各个工作领域成为人类文明的最好标志 网络、智能手机、电讯、邮件、视讯 无一不是通讯系统发达的象征 汽车、公共巴士、地铁、飞机 无一不是交通系统发达的体现 当中建筑海部系统医院设施 无一不是基础建设健全的现象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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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方一遍 请您留步 请郑方三遍上台咨询 时间为2分钟 有请 谢谢 谢谢 对方便你好 对方便你好 我想请问你是不是提过马克思1858年的经济手稿 对 还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全书 好 这样我想请问他里面是有提到一段 人与人的关系转化为物与物的关系 而这种物化时机是人在自己创造出来的 对 不顶力不坏 不顶力不坏 所以 还是物化 为什么今天对方谈物化 不谈本质要谈极端 不合理 你为什么只看马克思的一面 不看另外一面 因为他后面说的 如果极端了的话 正确于不驳回中国的学家 告诉我们极端了的物化 就会变成一化 也就是 对方便你好 你只看你一部分 不看另一部分 对方看的是简介的 是极端的 今天是不是 没有 我等下请问你今天 你们去帮我们告诉我们 把人当物化就是物化的意思 鲁卡奇没有这样说 对吗 你刚刚有说 对 问题是 鲁卡奇在你 对方的云的修正 可以让我提过吗 起一点你 你帮我们修正 我再请问 你帮我们修正 我再请问今天 如果 我们没有把人当物化 社会经济能够把他当 可是这是一化的概念 我再请问 如果没有把人当物化 社会经济能够把他当 你可以让我提出一个 这是一个吧 起一点国论 我再请问今天 没有把人当物化 能不能够让社会 没有把人当物化 看在什么情况之下 所以其实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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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再请问 今天女士保姆 是不是告诉我们 无法有否定制主机 否定主体性 问题是 鲁卡奇在1960年的 一时与阶级 认识告诉我们 求我们的自己的贡献 我再请问 有没有 有 其实鲁卡奇跟我们 否定制主机 否定主体性 对方选择 对方选择 我再这样请问 对方 对方 我等一下可以给你一份 资料检验 不需要 这份不需要 其实我已经在过一方面 所以说你要检验 我让你检验 先让我朋友好吗 好 今天如果没有把人当物化 经济可以发展对吗 不一定 其实是可以的 这样我再想请问你 今天如果否定了人的自主 如果今天否定了人的自主 主题图体性 今天人性还在吗 不在 就是因为很感言 对方不一定 不在 对方感言也说 这就是不话的其中一种 谢谢各位 一面 再来有请正方二面国论 时间为三分钟 有请 谢谢 大家好 今天就对方一遍的调理念 我方三面已经 知心了一项毛病 第一 对方说到了我方的是 概念性错误 我们的定义有问题 但是请问今天 对方所看马克思是看到哪里呢 断章取义 只看一部分 不看另外一部分 我刚才说了嘛 马克思已经说过了 物化就是把人与人之间关系 变成物与物之间关系 我们看的是全面的 而且我们还可以提出了一个 更有权威的 我们说到的 奴斯巴姆 奴斯巴姆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把人当作物来看 这是物化的社会 为什么对方变得不敢证实呢 再来一项目第二 对方也说到了 在一个物化社会以下 整个经济体将会更加健康 因为人们已经开始进行了互补交换 但是对方今天又少了一层论面的方式 对方没有告诉我们 在这个社会 在这个经济体系下 人有没有否定自主 人有没有否定主体 人有没有工具 很显然的 对方今天在进行的是 跳跌实论者 还有带地方待会为我们解释 第三 对方说到了 一个物化的社会里面 科技能够带有科技发展 不是 可是我们感觉非常纳闷 科技发展 请问呢 在历史上一个鲜明的物化历史 就是黑奴隶 戚女的一个物化的历史里面 他们的科技有被带动吗 很显然的不是 再来对方也是一样的 你要过分论证出 在一个科技发展蓬勃的时代里面 到底有人有没有被否定主体 一样的 人有没有被攻击 人有没有被否定自主 对方不要再进行跳跃式论证哦 第四 对方告诉我们 整个物化社会底下 整个人们的物质得到提升 比如像我们有巴士啊等等等等的东西 可是我们方不停纳闷了 我们今天在讨论的是什么呢 物化就是把人当作物来看 还要否定那三大 还要符合那三大特性 对方明显的是在谈论论的是一个物质化东西 我们今天没有在谈论物质化 我们说的是物化 请对方看清楚有面秘哦 各位要谈物化的社会 就不得不敌中国的富士康 富士康员工必须接受洗脑 承受着被辱骂的精神折磨 天天被打压着 领着比其劳动不成正比的薪水 取其于极其窄小的出生一面 不能交谈 这就是物化的社会 更严重的是 短短的几个月里面 就有14名员工跳楼死了 这就是物化社会 人被物化成丧失主体性的攻击的时候 今世文明 例如心灵 灵魂 意念 意识等 都物化相应发展的时候 为什么地方面还要直说的把物化说成是不可悲的呢 我方实在是谈到固件 还有待地方为我们解释一番 谢谢各位 请示范商商店上台咨询 时间为两分钟 有请 你好 你好 各位朋友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异化 知道 知道 那硬化是什么 硬化就是马克思里面所说的 性向于物质的话 就像你今天所说的 可以的 你说物质的话 可以的 请你念念这份资料 哪里呢 这里 你开了很多 我挂我的这个 我挂什么来的 你说到了 嗯 金钱是人的 异化劳动的 惨度 却反过来统治人 让人去向他 膜拜 哦 原来也是一样 断章起 只看他脚都不到人份 我想问 你这个是不是你告诉我物化的定义 是还是不是 是 没有我们说的是全面 我们说的是把人当中看 不是 所以你觉得 等一下 所以你自己告诉你 你的第三个问题 告诉我们是人我败 所以你告诉我 这个不是物化 是物化 所以是物化 那请你 这个标题是什么 刚才你念了这个资料的标题 我不知道啊 你有没有看标题吗 他讲的是人的异化劳动 所以你的立场里面 就是把异化跟物化抖同 第三个小节重物 你告诉我 异化和物化是不是一样的 异化和物化 我们说马克思里面提起了 一样还是不一样 有关联 有关联 有关联就代表是一样 对不对 有关联不代表是一样 很好 对 所以 物化和异化有关联 不代表你良知是一样 对方论证的是异化的概念 不是物化的概念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不能小节重 第二 请问第一方 你告诉我 鲁卡奇 物化就是我败 对不对 鲁卡奇是商品败物教的 对 请问你 如果鲁卡奇重新自己的资料是错误的 错误的资料还能不能用 错误 刚才就把你家和我认证 鲁卡奇 我现在就要认证 请问你 你知不知道鲁卡奇在 1967年新版续言当中 说了什么呢 呃 愿文奇甲 他说的是 商品败物教是异化 他把异化和物化所调 是根本很严重的错误 请问你 错误的资料还能不能用 小节错误 小节错误 小节错误在哪里 我们今天不只说了一个鲁卡奇 我们再说了一个鲁卡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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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主席大家好 今天要有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把物化直接等于异化 他告诉我们物化是什么 就是否定了主体 就是膜拜了金钱 可是各位 在马克思的主义责权权说 他告诉我们 这个都是不劳动异化 人的异化 劳动的现象 这时候教育会告诉我们 马克思提出的物化 也有异化的成分 这个是极端了的物化 马克思想说的是 物化 物化带来的是极端了的物化 和极端的异化 可是我代表要以极端来论这个立场 我只能说 这个辩论根本就是没有意义 第二 代表告诉我说 他有一个美国的权威 他告诉我 他美国的权威就是物化等于否定之主 而是各位 鲁卡西团案的是 鲁卡西团案的是以前 把物化也等于否定自己 而他过在金凡区 他告诉我们 物化是物事异化 这就是个根本而严重的错误 既然是一个根本而严重的错误 为什么对方被有决人打来谈呢 曾经我发立场 第三个论点是 物化社会促进知识上的提升与开风 不可悲 封建时代 哲学家对人类只有表面了解 知识的规法阻碍着社会的发展 但封建社会的瓦解 促进了物化社会的出现 根据危机世界与新希望世纪 哲学论文 科学精神的发展 延伸出物化的重要概念 科学主义把生物看成一种 自然对象物体来研究 以严谨的科学态度 来解读生物的问题 在研究过程 科学家把人类物化 于是产生各种学说 在经验科学的范围中 有生理学 心理学和神经学 生理学研究各种生物的功能 各种活体生命的活动规律 从最简单的微生物 到最复杂的问题 生理学让我们知道 腹胀六腹的功能 维持健康的秘诀 和各种疾病的解药 甚至明白各种生物 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的角色 对人类健康的研究是可悲的吗 神经学能应付神经失调 让医生可以应付各种其难杂症 得知医治老年 此代症的方法 各种昏迷与肿瘤的起因 为医学带来文明发展 是可悲的吗 心理学研究 人类及动物的心理现象 精神功能和行为科学 研究认知 情绪 人格 行为和人际关系的领域 心理学的出现 让我们了解个体心理 个体心理技能 在社会行为和动力中的角色 医子之间的看法 以及它们产生联系的方法 为什么知识的提升是可悲的呢 各位 科学对象物化 为社会建立全面和完整的知识系统 不是可悲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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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方面 现在来有请正方一变 上台咨询 时间为两分钟 有请 谢谢如期 这边有名好 我好 这边有要求告诉我们 马克思谈到异化 但我想请问 除了异化 马克思还谈到什么 物化 所以物化 这边边我们看到 马克思谈到物与物局电关系 但最方便有 必有不谈的 简然是断讲区域 这边我想检释的资料 你让我看看吗 对方便 各位 大家看 他们的资料是复印本 而且他们只 只拿出这里 只有开在的部分 所以我给大家看 对方便有 今天显然是断章取义 我请我的便有 今天帮我试试一下 来看一下 对方便有 我请问 刚才我们奴斯保姆 刚才我说过 奴斯保姆 三个地形是什么地形 火定自己 可是卢卡 是一个严重的 对方便有 刚才我们说 物化和异化的混淆是个收入 还有否定这个主体性 但对方只说 这些都是异化 这些都是异化 根据这些特色都是异化 没有端在去浪漫扣告知 好 这方面便有 今天你是不是说过 这物化底下人 这个经济体系更加健康 有没有 是 好 这方面我想请问 今天在这个物化底下 人们是不是比这个 较注重的利益 然后就是在物质上 施以固推我们生产关系的中介 不是注重利益 另外一个科学物化是生产产业的 对方便有 现在是我的世界 对方便有 我想请问您 今天我们 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要以利益为主 还是以感情为主 对方便有 跟别人无关 所以对方便有 无愿正视 其实是感情为主 但是物化做不到 所以对方便有 无愿正视 我物化的社会底下 越而越会笑着苦 也没有人际关系 好 对方便有 请问您 不是物化的特征 就是科技的发展 物化的特征 科技的发展 对方便有 今天知识可以带来科技发展 对方便有 就是知识 在物化科 转为物质形态 就带来科技的发展 可以 然后我想请问对方便 今天我有兴趣学知识 还是我 填压式的知识 哪个更为持久的 什么是填压式 填压式的知识 就是印塞的知识 哪个更为持久的 谢谢双方便爽 谢谢双方便爽 接下来 有请正方三辩博论 时间为三分钟 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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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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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其实我有一点奥运 刚才没有趁早把对方的资料 借过来检视 各位 这就是对方手头上拿的资料 其中一份 其中一句写着 物化社会的关系 又表明 人们创造出来的社会关系 又反过来 作为一种 一体的力量支配 控制着人本身 人与人之间 最终没有办法实现 全面的联系 各位 看到了吗 这一段就是对方的资料 对方自己检查资料都 断章取义 只取对自己有益的 不看全面 其实各位 今天我们说 这个物化 源自于马克思 这点我承认 可是今天 是否对中学生来说难了一点 他们之间 有马克思 与卢卡奇之间的矛盾 一直之间 卢卡奇坚持自己是对的 而一直之间 马克思 似乎 就是对的 其实我们看到这种 异化 对象化 这种东西 对我们中学生来说 真的何举吗 它的难度显然高了一些 而其中对于哲学上的争辩 从来没有提过 到底 谁是 谁非 我们没有办法确定 所以今天作为正方 我帮今天 取出了另一个全新的定义 那就是 美国哲学家 平斯堡牧告诉我们 物化指的 其实就是 否定自主 否定主体性 及工具化 我们看到这一个例子 其实这一个物化的定义 其实才真正符合了现代的物化 它更容易促进双方之间的交流的时候 对方为什么坚持着 那些有矛盾 而且不一定正确的古代哲学呢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其实对方一变自己已经承认了 承认了 异化是其中一种物化的时候 对方的恶变 忽然间就告诉我们 物化不懂同于异化 这方面我想你们需要协调一下 各位 其实我们看到 在这样的定义底下 我们一定要知道 物化指的是否定人的自主 人的主体 及工具化 在这样的情况下 对方的第一个论点 及第二个论点 有必要向我们交代 社会底下的人类 在让经济发展的同时 到底有没有被否定自主 以及主体他们的论点才能够成立 所以各位 我们看看 在物化的社会底下 人如果有利用价值 那我们就会把他公居化 而人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他抛弃 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只剩下永远的利用 及被利用 而我们的生活 其实就有两种选择 那就是利用别人 抑或是抛弃别人 父母老的没有利用价值 我们可以不用理会他 今天小学老师不再教导我们 我们也可以不用尊敬他 而水灾灾灵头我们 非亲非故 我们也可以不用帮助他们 各位 这是我们想要的社会吗 这样的社会 还有没有人情呢 就连人类最基本的尊敬 及情感 都瞬间蒸发的时候 如果还认为 物化社会不是可悲的 那我只能够说 这才是世界上真正的悲哀 谢谢各位 这是正当三变 接下来有请反方一变上台咨询 时间为两分钟 有请 你好 你好 等一下 你好 首先要检验你两个资料 第一个 无私保护的证据 好 第二个 义化等于物质化的权威 请待会给我 来问你下一道问题 你告诉我说 人与 你告诉我说 这个物化是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变成物与物之间的关系 对 对 是 请问你 你告诉我全面联系在哪里啊 呃 后方 这里 你告诉我是全面联系 对不对 你独立在这里 这种 这种物化 这种物化 这种物化的社会关系 导致过人与人之间传统的枷锁 造成了人与人的全面联系 换言之 物化是要全面联系 你下面一边的是 所以我才说 没有全面联系 没有全面联系 对不对 谢谢 所以物化概念要达到全面联系 没有全面联系 不是物化 下边的是物化 也不能够达到全面联系 你告诉我说 物化和异化有很多相似之处 对吗 所以我跟你不看 看看这里 来我们一起看 所谓国会先生认为 物化有两种 就是异化和异化 你说这里是物化 对不对 是你帮那边说的 是我说的 不好意思是你帮那边 在这里 当它发展到一个极端时 就会走向它的反面 进而 否定人本质的力量 为异化 对 请问你 否定人的力量是异化还是物化 异化是物化的一种 异化是物化的一种 这是你一般承认的 是极端的对不对 这里是极端的对不对 可是那边写的不是极端 问题是 那边是极端 这边也是极端 所以对方谈的只是 极端的概念 请问你 其实我们就说 哲学之间 哲学之间 哲学之间有没有什么 为什么要使用它 对 呃 对 可是这 可以验证 好 谢谢 最后 有请 反方三遍博论 时间为三分钟 有请 谢谢 听伟大家好 今天对方 最大的错误 就是把物化等同于异化 首先 今天我们探讨的 有三个权威 第一 就是对方提出的 那个 所谓的保护的 那个资料 可是对方没有提出的 那个资料 完全没有显示 为什么物化是符合 对方的三个 三个特质 第一是否定自主性 阻止性 还有异化是物质化的 权威 对方这项资料是没有显示 很明显是在敷衍国方 第二 对方告诉我们的 另外一个资料 就是卢卡锡 他认为卢卡锡 导致内心空虚 让人像他伙伴 可是在国方的法华环境 已经论证了 卢卡锡在1967年 历史与阶级 的新版续言中 已经重新 自己将物化和异化 混同是个 根本很严重的错误 所以对方的 第二个权威 不能成立 第三 对方跟我们谈最大的 争议点在于马克思 对方告诉我们 他有库满的帽子 说我们断章曲率 不看全部 可是马克思 他物化的主要有三个权威 第一 社会关系的物化 社会关系的物化 就是对方所谓的 物与物的关系 指的是 货币成为 人与人之间 商品交换 关系的中介 就代表买方和卖方 是做货币来进行贸易 为什么货币 用不货币来进行贸易 等同于货币来控制自己 对方要警示 第二种物化 叫做劳动的物化 劳动的物化指的是 机器生产产品 对方要论证 为什么在机器生产产品的情况下 机器会反过来控制人 中间的论证线 对方没有警示 第三 是科学对象化的物化 就是把人当作研究对象来研究 为什么把人当作研究对象来研究 等同于物 等同于人 我败 或者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 对方也没有解释 很明显 我们是全面看了 马克思提出的那三种物化概念 对方全没有认证 为什么这三种物化概念 反而会带来异化的好处 异化的坏处 这边告诉我们 资料底下 对方告诉马克思 所以对方把物化和异化是最大的错误 对方刚才也进出了一个 中国著名哲学家 苏佛慧就表示 当物化走向极端 才会带来外出 如果极端的物化 也是物化的一种 那按照对方的逻辑 吃饭可能会总 带来暴影暴食 这种极端性下 那不成吃饭等同于暴影暴食吗 那读书也可能会让我们变成书呆子 那不成读书跟书呆子的概念又一样吗 所以对方所有的立场都建立在法义化等同于物化 所以整个立场不公资过不能成立 再来对方第二有两个论点 第一他吧 他当然告诉我们 不是他虐待员工 可是同样的 在物化社会里 也有企业对员工很好 就好像Google 他们给员工保障性的住房 他们给员工可以有天下美食 应有尽有的享受 那这一方面 是不是又可以认识 物化社会 有企业对员工好 就认识它不是可悲呢 所以员工科学不是物化社会的测试 对方的第三个论点不能成立 谢谢 好 请反发三个流步 请正当二面 咨询 时间为两分钟 好 对方便您好 你好 对方便我想知道 你的检验结果是什么 你检验了活泡的资料 现在是我仔细之间 让我仔细之间好吗 所以对方便提出检验解渐 就代表我们资料没有问题 我再请问您问题 对方便您是不是收到 我们的资料有错误呢 是 因为你这里完全没有highlight 你没有告诉我们您哪一个是什么子要 好 那我先请问您 你要不要告诉我一下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对方明白物化的英文字语叫什么吗 objectification 还有一个indication 所以我们看到了 我们今天这个就是一个物化的例子 我翻眼看 你会在里面说被否定主题了 嗯 是哪个念呢 你时间还在计算当中 我知道 没关系我发音得在 很明显被他们提不出 没有没有 我发音计算太多了 我才请问您问题 太多了 你是不是知道 你是不是看了他告诉我们的 有个物化的社会提加 嗯 把科学提加物化学习是好的 对啊 把人那时候也就会像 身体学 神经学 好 那我请问你一个问题 你明白何谓不语度吗 就是以货币作为 人与人之间的媒介关系 那你就错了 鲁巴奇所说的故意 鲁巴奇这些 鲁巴奇这些已经查出了错 不要用错误的人家来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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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找到了 否定主题 否定这种工具 在哪里就在这里 你研究一下吧 没关系 鲁巴你给你的便有研究吧 你不要让我有时间了 鲁巴你是不是说到了 呃 你的劳动力 在一个欧化社会底下 劳动力能够更提高呢 劳动力提高 啊对 好 鲁巴你到今 至今已回答了我吗 在一个劳动力提高的 人有没有被否定自主呢 一化的时候有 不化的时候没有 一不化是肯定 没有关系 鲁巴到今天 还不明白 不是保姆所说的 我们不怀他 再次问你 你明白 鲁斯邦姆提出那三个特质 都是复活马克思一化的概念 除非你的论证 鲁斯邦姆和马克思 是自享盲度的资料 啊对 所以你 我先请问你 这个我方的整个论稿里面 是提到什么呢 我们只提一个马克思吗 我们只提一个鲁斯邦姆吗 所以我们取了一个人的研 我已经迟疑了你的资料 我已经迟疑了你的资料 鲁斯邦姆提了一个人的研 好 谢谢各位 谢谢 好 开始 在进入短冰相间的自由表论以前 接下来是两分钟的教练面手记忆时间 有请双方教练计时开始 在这个地方做什么 你去做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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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